921大地震16年了 又记得当年这场空前的灾难 带来了38支来自于20一个国家的救难队伍 持援台湾 而国人也全面动员 慈激志工首次全体出动 分别赶往了最近的灾区分工负责 这是慈激志业关键的一年 志工人数快速成长 善的力量洒向全球 近年来因为极端气候 联合国统计1960年代 每年全球的天灾损失755亿美元 2011年逼近了2650亿 50年增加了三倍 而且其中有七成都是发生在亚洲地区 就像两年前的海焰台风 造成了菲律宾8000人死亡 失踪毁掉了400万人的家 各国都伸出了援手 而台湾慈激也展开了28万人次 19天史上最大规模的义工代证 借着今年尼泊尔的强证 慈激志工很快地从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台湾 印尼 美国分头赶到 这比哪个国家都要来得快速 甚至还跑在国际救援组织的前头 这样有组织 有规模的慈悲心 动员力究竟怎么来的 在气候异常的未来 人腻 己腻 国际志工力恐怕扮演了更持重的角色 从一次次的经验中 我们该怎么做 当时红色高棉 我们那个时候来花花 还听到那个炮声融融 小婆 起在夜餐一本本的台湾 我吃完 你要英文的 你要吗 感恩 感恩 幸不难 事不难 叫我做就对 马上人说 做就对 不要想他 启发人的爱心 人人既有的爱心 我要相信人人有爱 只是因人畏惧主 实际人就是要去成就这个姻缘 是什么姻缘 让这一个个台湾人走进陌生国度 让一张张台湾脸谱 刻印在不同种族的人们心里 花白着头发 年过六旬的沉津巴 来到久违的这片土地 竟有些静香情缺 那个时候的路啊 从头到尾都是黄土 所以我们四个人那个时候 就把柬埔寨来的路 把它形成像成了 那个时候好像台湾在流行 那个百折群 百折群不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 比那个百折群那个波浪还密 1994年 豪雨不断 柬埔寨13个省受灾 一封求救信送到台湾慈祭 沉津巴因此初次赶来 勘灾救灾 从县罗部队11月30日 来到这里到今天 每天虽然都很辛苦 但是这不应该说是辛苦 应该说非常的欢喜 我了解到什么叫做苦 他们真的是有苦难 我的手伸到了 真的我做到 发大迷给受灾严重的婆罗门 查交两省八万多名灾民 这是慈祭在柬埔寨慈善置业的开始 二十年后 时过境迁 路变了 村子变了 人也变了 来时路上 居然故人相遇 你知道这个服装是谁 记得吗 实际 实际 都记得吗 我有做办理 你跟他们帮我们欢迎吗 现在他就是说 现在他有当班公司主任了 你社会办理 太感动了 对 也太惊喜了 就是说看到了陈先生 就眼就看到了徹底 你知道吗 就想到以往以前 二十年前我们所做 你们过来 帮助我们柬埔寨 当年帮忙翻译的陈老师 如今已是陈校长 摆脱殖民和赤棉同志的过往 柬埔寨如今政局相对稳定 台商开的成衣厂 缝纫机热闹的自成节奏 谱出繁忙的旋律 工厂越开越大 工人越来越多 见证了柬埔寨的快速发展 现在有五千七百位 那我们主要都是本地的员工 包括本地的干部 所以我们这个从1997 我们设厂之后 我们一直在本土化 早期来讲 他们吃一顿饱都有困难 那从进到工厂 有稳定的工作 那开始有收入 所以他们的整个生活条件都改变了 一些日用品啊 包括一些饮食啊 包括家里的条件都改变了 20年前政府推动南京政策 在外销优惠配额及投资成本低廉的吸引下 台商以成衣与制协业为大宗 相继来试水温 20年后到吃甘蔗 台商发挥取之于当地 用之于当地的精神 回馈微笑国度的子民 10公斤是给一户六个小孩的 大包的是25 两包是50 然后还有一包15 是他隔壁还有一户 你要这样子 来 把麻糟给你看 要这样子 OK 快点 在你们给 把你给整头 整头 对 都会也没关系 你好 你好 不断叮咛孩子发糖果时 应有的礼貌 这天难得的假日 县离勋夫妇 带孩子和当地小朋友交流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因为别人都 别人都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穿 可是我们都有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幸福 妈妈 爸爸会帮助别人 那你要不要学习 不要 不要 宣耕他乡 原本的异乡 便做了第二故乡 转人回馈捕育他的这方土地 谢明勋和刘继宇 开始办幸福人生讲座 播下更多种子 那时候我还记得他说 他有150个人左右 是我们在禁边的第一场 幸福人生讲座 那我就把过去 十几年前中断的磁剂音员 那时候十几年前 我们在这边 震灾的一点点滴滴 跟在场的一些 惠众大德文 来分享 那这次再回来 我们希望真正的把磁剂大一种子 播种在禁边这个地方 同样是上升中的东斜国家 马来西亚位居枢纽 吉隆坡的双子星塔 曾经是全球最高的摩天大楼 但仍然有被高楼阻挡 阳光照不尽的阴暗角落 这里平复悬殊 印度裔的阿水 从小被华人收养 说的一口流利的福建话 看起来乐观开朗 二十年前 却因为妻子生重病 全家生活陷入困境 正一筹莫展 从台湾来的叶茨茜 出现在她的生命中 我们的家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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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啊 脚整个都拳起来 因为他就这样扭嘛 邻居就跟他讲 你有两个孩子还要照顾这个太太 你应当把他送到方家野外 那当时阿水就是给我一句话 他因为我是两个儿子 我没办法这样做 我如果吃梦他带我吃梦 就这样子呢 他慢慢把他顾好了 那一年叶慈敬被公司派到马来西亚工作 出发前证言上人对他说 马来西亚只有你一个委员 所以要把慈激精神带去发扬光大 慈激不是只有当义工 慈激不是当志工 因为本来每一位慈激委员是终身职的 他不管搬家到哪里 甚至出国到哪里 他就是委员本色 随时旁边的周遭姻缘 他都希望能够去接应 这就是一份志工精神 每天早上交来九支菜市场 都可以看到唐金定阿嬷的身影 都可以看到唐金定阿嬷的身影 找到一份志工精神 他总是这么有耐心 当初只是想帮唐金定走过生命的低潮 志工鼓励他参加慈激的活动 没想到在菜市场里 他进一个讲一个 一年内牵扯了两百多人 包括市场里头七成的摊半加入慈激的行列 目前雪龙地区已经有三十四个菜市场 都可以看到慈激的摊位 我的商人一直希望提出来的是什么 人人都能做慈善 只要你有那颗善心 所以做不是有钱人的 他不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 是因为五毛钱人 他不是要存到一百万我才能做慈善 从一辆车三个人如今成长到数十万人 2013年雪龙地区的玉佛大典 是除了台湾中正纪念堂 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场 在南半球的莫萨比克 这里也在准备一年一度的玉佛典礼 他们的腰不太懂得怎么弯 就是除非有参加大米发放 他们有那个经验 知道怎么去弯这个腰 所以在礼佛族的时候 手跟腰还有头 好像是三个分开的个体 要他们同时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练习好久 一场雨季水灾过后 慈激在莫三比克 举办第三年的玉佛仪式 前两年 第一次是在志工家的庭院举行 参加的有85人 简单课难 第二年暴增到800人 历经千辛万苦 接到小学场地 今年此季有了新家 总共来了1200人 Buddha is the word to teach us how we reduce unless the desire can make our heart free and also teach us to reflect our self-mindset and clear the mindset we will see our nature heart is free and happiness 在这个以信仰耶稣 与阿拉为主的国度 南威勒黑菩萨们 学习接受这场东方色彩的礼佛圣事 接花香 现在我们通过灯 向下一位 这意味着 我们通过爱 向下一位 师傅 Chen Yen教我们 我们全是一家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原本是信奉耶稣天父阿拉的非洲朋友 虽然身手不太灵活地跟着礼佛 但是却减损不了他们虔诚的心 他们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呢 这里面充满了爱 信任和感恩 像这种玉佛大典 寻法香或者是水颤 都是属于心灵层次的集体慰藉 借着分享学习 以及唱歌舞蹈膜拜等等不同的方式 启动了人们内心最原始的善念 它跨越了语言文化 其实也不需要有再多的语言了 邻居不同人种对于共同目标的坚定信念 而在全球的灾难一次比一次强烈 威胁着人类生存的今天 大家已经很难自扫门前雪 至求自保 而需要跨出国界 无分彼此的相互援助 相互取暖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救急不能够救穷 国际援助也终有结束的时候 那么回归常轨重新站起来还是得要靠自己 人住而后自住还能住人 这是一条长远永续的路 傍晚的马普托中央火车站 挤满排队等着买票的人 这一天是星期五 很多从乡下来到首都马普托打工的外地人 赶着回家度周末 马普托中央火车站建于1904年 是葡萄牙殖民时期最出名的建筑之一 车站拱顶教堂室的造型是著名的地标 曾经被票选为世界第七 非洲第一最漂亮的火车站 电影写钻石就在这里取景 凝视中心不到半个小时车程的 马下齐尼是平民区 葡萄牙数百年资源掠夺式的殖民 让莫三比克半数以上人口 仍然活在贫穷县以下 这一天是个大日子 茨基基金会第一次在莫三比克做大型发放 预计发大米给马下齐尼七百户居民 还有两小时已经有人陆陆续续来了 在这里的NGO他就是给东西嘛 对不对怎么可能会 而且还有就是说这里的人 他不懂什么要分享 他们已经习惯去等着去接受 或者是期待人家给什么 国际组织长期在这里进进出出 居民不时收到救济物资 加莱这里的蔡黛林开始思考 怎么改变他们的想法 所谓慈善不应该一直给只知道拿 更重要的是将手心向上 改为手心向下 大家用歌声来赞美 用舞蹈来表达心中的喜悦 这是莫三比克的第一次 也是大家一点一滴 一步一脚印学习得来的第一次 爱在这里萌芽滋长 这群人这些事让爱得以圆满 每年十二月到隔年二月 是莫三比克的雨季 一月份的一场大雨造成 中北部和南部地区汪洋一片 灾民超过十五万 就是他们夫妻睡这边 然后小孩子就睡地上 柯西亚与胡立安一家四口 在收容中心待了六个月 终于等到被政府安置 他们身上仅有的钱 只能盖这样狭窄简陋的屋子 为了盖自己的房子 柯西亚夫妻受雇在农场 种菜赚钱买砖头 他们目前买了八百块 在屋外堆叠整齐 估计一共要两千块砖才盖得好 种菜有季节性 夫妻俩的收入不固定 什么时候新家能完工 他们没把握 这是乔凡西亚 全家人在水灾后搬来这个 被当地人称为山区的地方 暂时落脚 老家就在不远处 却已回不去 已经ур eat 成熟可能 成熟的训练 成熟于我的育弟 成熟? 亿能来的 成熟练いや熟练 成熟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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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班西亚移工代政做顺泥砖 在当地女性很少做这种粗重的工作 其实志工的生活都很辛苦 让他们能够有一点收入 然后同样是盖我们自己的家 用移工代政的方式 为了让居民自食其力 早在1992年就有南非的台商 深入祖鲁社区 给他们手摇缝纫机 开始学做衣服 当年他们没有水电 你有电的机器他们用不了 所以用手摇 到后来他们说 他们做得越来越可以了 我就建议他们 你们要赚的钱 留一部分基金 来投资在更好的设备上面 所以后来有电了 他们就买电动的 他开始给我们饭 给我们衣服 给我们所有的东西 然后他说 这不足够 他们带了机器 我们能够修 自己和其他人 不可以做自己的 因为那时候 我没有知道 他说话 但是我现在知道 他教我们 是比较好 比较好 这间族鲁族的传统小屋子 就是缝纫班工作室 16年来 原本没有一技之长的妇女 如今已经成为社区里 有名的裁缝师 五千名版土之工 将关怀社区化 集中人之力 互助自立 潘明水改变了 当年贫穷落后的村落 妇女们赚的钱 可以供养孤儿 也可以帮助病人 族鲁族的女人 终于慢慢摆脱 依赖男人的宿命 不再是传统文化下的弱者 从1995年到现在 慈激志工在南非 成立了520多个职训所 训练一万多名 族鲁族妇女 让一万四千个家庭盛会 五千名爱滋遗孤 与病患受到账顾 在地球的另一端 位于马尼拉东北的玛利锦纳 号称邪都 19世纪开始 这些产业远近十名 邦一家八口 他和儿子强大孙 都是这些工人 这家工厂只有15名工人 是常见的家庭产业规模 但是一场天灾 几乎毁了这个城市 断了200年的产业命脉 2009年9月 凯沙纳台风重创大马尼拉地区 四百万人受灾 三万九千多栋房屋损毁 玛利锦纳几乎整个泡在水里 三万九千多栋房屋 一家都在一家里面 对于马尼拉中 三万两千多栋房屋 三万一小时 四百万一 三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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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万一 三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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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莎娜肆虐过后 玛丽吉纳氏只剩下恶臭与赖泥 此际史无前例推出已公代证专案 让灾民每天可以领400块批索的工资 清理自己的家园 这个做法让玛丽吉纳氏在三个星期后 迅速恢复市容 因为我父亲在两个月中没有进入 因为我们的机器都会被负负责 所以他们被负责责责 所以他们被负责责责责责 帮的太太卡门和一百多名相亲一起搭车到慈濟园区 以供代证做环保 刚好贴补家用 努力了一个星期 欢天喜地地领到了钱 一星期一千两百五十块披索 让一百多个家庭重新站起来 繁华的玛尼拉街上到处挂着各种语言的人力仲介招牌 好像在对年轻人说出国赚美金吧 2010年统计 福利宾失业率约占总人口的7.4% 非自愿性失业率更高达了18.8% 其中15到24岁年轻人失业率百分之17.6% 到海外谋生的福利宾移工人数成长到一千万 她是三轮车夫的女儿Wendy 18岁的她和一家七口七身在不到五坪的房间里 只要刮台风就得跑到屋顶避难 一家人光靠爸爸踩三轮车 生活过得很辛苦 2009年凯尚纳封灾后 夫妻俩参加了慈祭的移工代证 如今每星期可以有两千块批索的收入 Wendy因为学历不高求职过程受尽挫折 在鼓起勇气参加慈祭的谋生训练班后 现在已经可以帮家里付水电 房租和生活费 招呼病人是17岁的玛丽亚费 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16岁高中毕业 这是很难的 因为我认为何我会变成的生活 如果我变成了 五坪 OK 一坨一坨三坨 一坨一坨一坨二坨 我会退去 我会不会有任何人的事 我可能有孩子 我会有两个女生 在家里面 所以他们可能会在家里面 所以你会给她的一个人 我会给她的一个人 我希望她能看得很清楚 有一技之长将成为终身的财富 现在国际间都讲区域结盟 像欧盟 像东协 就是希望将地理相邻 目标相同的国家集结起来 资源变多 市场变大 力量更强壮 当然这也可以用在极难发生时 过去五十年从台湾出发 此季一九九一年起 投入了国际援助 一开始我们是和其他的国际NGO 一起合作学习 而后第二阶段是由台湾主导 派志工到国外震灾 第三阶段跟着国家的政策 随着台商的脚步西移南进 建立起了一个个在地的服务据点 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 要让志工力在地生根 自力发展当地的慈善职业 就像南非的志工 在援助了莫三比克水患之后 当地的民众也开始自食其力 连同星巴威 赖索托等 已经形成了南非五国区域救灾网 而东协国家也复制这样的过程 七年前缅甸风灾 马来西亚志工就近救援 帮忙成立了在地联络处 也已经自行地运作起来 大海拳击路是长期地透过了记录 而看到了这一步一脚印留下的珍贵经验 晴空万里 海天一色 面海而立的独鲁万 在海燕风灾之前 是著名的度假圣地 2013年11月 被CNN誉为是史上最强的台风海燕 横扫这个菲律宾南部的观光渔村 小镇一系变色 灾后第五天 台湾由慈祭基金会 国际佛光会等七个宗教团体 与民间单位募集将近100吨的救援物资 运抵菲律宾 同时 离灾区最近的宿物质工 已经紧急动员勘灾 疫诊与巴放 因为有在地质工的奥园 此际的脚步总是走在最前 另一方面 菲律宾分会的职工 在从马尼拉出发 前往重灾区之一的奥默克市 发放1000户灾民大米和毛炭 开办疫诊 为灾民打破伤风疫苗 其他包括从台湾等地来的40人勘灾团 在马尼拉集合后 搭一个多小时的飞机抵达宿物 接着搭两个半小时的船到奥默克 最后再一走路路颠簸三个小时 终于停进独鲁万 死亡的人数 多罗曼很多 这里比较少 因为多罗曼有海浪 很大的海浪 还有大雨大风 这里只是大雨大风而已 没有大海浪 独鲁万是菲律宾第五大城 全是人口20万 由于在迎封面 海浪来袭时首当其冲 从制高点环市四周 几乎看不到完整的仿射 没有表情 眼睛没有希望 一进去我也是 那也是我的故乡 我也是很痛 我心也是很痛 看了他们这样 怎么生存下去呢 咖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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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咖啥棒 咖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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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莎 然後點名做一個登記 之後就請他們去清掃 回來後還是同樣有一段時間 大家再次再做一個集合 所以當時就是馬力茲娜這份經驗 應用在這個災難的一個階段上 詹明一下子擠滿了 埃尼伯小學前的馬路 每個人手上拿著各式各樣的工具 有的還是自己客難拼裝起來的 等著義工在鎮 因為我們是從馬尼拉過來的 我們沒有帶很多的工具過來 所以他們自己很聰明 他們自己會知道他們自己的工具 這個就是臨時的用木頭定好的 上面還有釘釘 可以當爬子這樣爬過來 先爬過來再用這塊做過去 這個也是這樣子做 他這樣子做 這樣子做 很有用這樣子虧 這個跟圓橋的原理一樣 當地每日最低工資才238批鎖 以工待鎮有500塊 好太多了 一傳十 十傳百 人都來了 歷經十九天 二十八萬人次 在慈濟基金會的歷史上 絕無僅有的以工待鎮 讓四季的街道奇蹟式的快速恢復活力 也讓國際媒體和聯合國 看見了慈濟幾十年來 所累積的國際贈災能量 往後這兩個月 總共十一國5200人次的慈濟職工 儘管烈日當頭 腳步卻不停歇 尼爾蒂斯穿過蜿蜿小路 彎進狹窄巷弄 這才見到寶寶的母親 醫師大手的小指和寶寶的小手相牽 超越醫病關係的真情流露 使讚嘆災後新生的真實溫度 成 drawing 這些雙人都比暴も沾 這是一個月子 大概عل窩對大 Zack 綿細鳥 其實INS手上 在肩膀中有病毒 和写病毒 哪一位是大姐姐 这个 名字 Gris Gris 第二个是Glory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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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可爱的小女儿 是哥妈得来不易的心头宝 即将临盆前 二十五岁的哥妈 碰上了尼泊尔大地震 2015年5月3号 如果不是慈悸正在医疗团 和尼泊尔医师合力接生 她无法想象 自己和孩子的命运会如何 我认为了尼泊尔大地震 我认为了尼泊尔大地震 因为大地震 因为这种地震 我认为了尼泊尔大地震 因为这种地震 但是 我真的想谢谢你 就在2015年4月25号 一阵天窑地洞震毁了古国的乐土 花莲禁思经社立刻成立 赈灾协调中心 分工掌握情况 4月27号 第一踢次15人的赈灾医疗团 分别从台湾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度和美国 一同赶往加德满都 或者进曼谷 或者由吉隆坡 广州 班机有的取消 有的改将 一波数折下 大家焦急地终于抵达 已是满目疮痍的加德满都 夜里没有电 漆黑一片 帽子上微弱的灯光 引领着大家的脚步 走过田梗 走进帐篷 他妈妈的死亡 他妈妈的死亡 在这里的幼儿 这就是幼儿的 这就是幼儿的 幼儿的幼儿 这就是幼儿的幼儿 帐篷下慈濟湘基站正式開張 十位當地災民已供待鎮負責烹煮每天1800人次的午餐及晚餐 從四月底開始到九月初 慈濟來自十一國三百多名志工 共十一梯次的鎮災醫療團 持續至今加會了近二十萬人次 而這只是開始 老天再一次考驗人類 也再一次讓我們有機會學習人與天的共存之道 施比獸更有福 但是多少人能夠體會這樣的滿足與歡喜呢 尤其在物資缺乏的地方受苦難的時候 人都一無所有了 還能用餘育去幫忙別人嗎 但就是在經歷了苦難 人生從零開始才能夠回復善良的本性 重新學習感恩 學習回報 想想老天爺給了人類一連串的災難 或許就是要給我們重新學習的機會 從19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浪潮 實現了人類物質文明的快速流動 大家都把焦點擺在資源 產業 包括金錢 勞力 物力上 過度物質化的結果 造成了自然失衡 社會失和諧 我們都在一個地球 一條諾亞方舟上 同舟一命 唯一能夠拯救自己的還是自己 再 trek一球 もう死在我 人的事 正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